坐吧 把这面熟 坐啊 昨天那单子 谈下来没有啊 对方说还在考虑 不过 我觉得那意思 还得再请吃几顿饭 基本没戏 现在拼的都是业务 谁还拼酒啊 你卖酒的 你要是觉得你实在是干不下去了 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呀 我 我只会这个 如果连这一行 我都干不下去了 就回老家洽人呗 你看你现在这点出息啊 当初你带着我的客户说走就走的时候 你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啊 活该你天天陪人喝酒 你活该 你看你现在这样 实在不行就回我这儿吧 文婧姐 你 你说的是真的 你觉得呢 文婧姐 我知道我以前做过很多对不起你的事 其实我早就知道错了 我不指望你能让我重新回来上班 只要你心里不怪我 我就知足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把你招回来之后 就没完没了的每天折磨你啊 我我没干这么想 我还真这么想过 但我韩文婧不是这样的人 行了 过去的事我也不想提了 说白了 咱们工作室那种今天的成绩 也少不了你的一份功劳 回来以后你得好好干 多挣点钱 把你那苦命的老妈早点接过来 我妈 我那天要找你拼命来着 你知道吗 我听见你在跟你妈打电话 难得呀 你还有一份孝心 以后好好干 文婧姐 你是真的让我回来上班吗 对 现在的客户不比以前了 要求比以前高多了 你要利用自己的可余时间 去做点培训 培训的费用呢 工作室帮你垫付了 不过特别苦啊 你受得了吗 受得了 那就行 回去收摊吧 要是有些欠费啊什么的 你就告诉阿慧 对 我们把你垫上了 回头逐页从你的工资里扣 你看行吗 行 文婧姐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反正都要招人嘛 新人不如旧人 咱俩也别煽情了 这有一份合同 你看一下 两年的 咱俩一马归一马呢 做好了我不会亏待你的 文婧姐 你放心 我以后再也不会干背叛你的事了 我生是工作室的人 死是工作室的鬼 打住啊 以后在我这儿不许什么死啊鬼啊的 天天是罚款五百 记住没 记住了 记住了 去吧去吧去 早点回来工作啊 那我先走了 不送了 谢谢 谢谢 不怕不怕 我不怕不怕啦 他们下个月的报表什么时候送来 稍等 请进 中午请你吃饭 又请啊 对啊 感谢你帮我弟弟找到会计子工作 他现在干得挺好的 他还真去了 对啊 他当有个地方上班我就放心了 那恭喜你 中午见 好 喂 你接着说 领带 衬衣 皮带呢 在你那儿呢吧 我这儿呢 鞋 行了 我这儿呢 你的都齐了 其实我也挺害怕结婚的啊 只是到时候打扮成那眼 勒得跟狗似的 早晚也得有一天 豁出去了 哎 你倒是配什么鞋啊 穿着高跟鞋 站一天还不累死了啊 为真发愁呢 平点鞋不够霸气 高跟鞋我受不了啊 真喜欢 走了 完了 走了 让你走你就走吧 对 单子呢 快点 文静 喂 这么巧啊 你好 好久不见 是啊 好巧啊 这是我未婚夫留言 我们要结婚了 你不是说 她有病吗 我那个 吃了你们给我开的那药啊 我好多了 知道你忙 所以结婚就不请你了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啊 你慢点啊 走吧 这么巧啊 在这儿不能遇见熟人 怎么样 刚才我配合的还行吧 我就不明白见到她 你躲什么呀 这有我在这儿呢 行 你是不是说了 不许打听对方隐私 等等等等等等 这儿太脏了 做皱了我可不管啊 没事 咱们有运烫机 做皱了我给你运 看不出来你还挺细心啊 我还有很多像大海一样的优点 等着你去慢慢地翻 你 你心情不好你别逗我 刚才那是孩子的亲爹吧 对啊 欺负你了 怎么了 我给你报仇 怎么着 觉得我不行 别看她那大个儿我个儿矮 我告诉你 我腿比她腰还粗 我一会儿就我一会儿我撵上她 我告诉你 我到那儿我看见她以后 我就 然后我就 怎么样 就她 我就我那腿我跟你说 就她我 一脚我就给她 我让她自己上医院 给自己看病你信吗 就你能说 就一句话 你是不是 你说一个大夫 大白天不上班 给人看病 你说大街上瞎溜的什么呀 我觉得她才应该进精神病院 你说呢 好远 你说我啊 我怎么早没发现呀 你这个 上来降劲啊 比谁都厉害 那我这是优点还是缺点啊 这个呀 这个反正要是在别人那儿 我不好说 反正要是 在我眼里 全都是优点 你是不是贱 你瞎呀 你才看出来呀 哈哈 我笑得有点假了 来 这你靠一下 我不靠 来嘛来嘛 这才对啊 这就叫 赛翁 失驴 胭脂肥腹 小北 恭喜你呀 买房子了 痴辱啊 我跟我爸我妈要钱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难 肯老族那必须是耻辱啊 你也太奇怪了 平时连个窗杆都不拉的人 因为一个落地窗 就把他买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特别喜欢他 只是我可能 特别想搬出去吧 你是不是觉得 在那儿住这儿感觉 跟樊斌就一直没离婚呢 在那儿住了那么久 有那么多的回忆 说搬走就搬走 人生啊 就是一场接着一场的告别 最近混豆瓣了 怎么了 怪不得 你什么时候收房啊 还早呢 现在正在办贷款 手续特别复杂 你们听说过吗 还得要离意证明 行了 不说这个了 今天的会议主题 选伴娘 你们俩什么意见 什么叫选伴娘啊 只能选一个啊 我的婚礼只要一个伴娘 什么叫你的婚礼 只有一个伴娘 人家婚礼好几个 我结婚我说了算 那不行 你选了王源我不高兴 你选了我 王源肯定不高兴 对的 韩文静 你是不是心里早有人了 当然了 谁 凭什么 你离过婚不能当伴娘 不吉利 对对对 就我没结过婚 对呀 你没听说呀 当完伴娘好几年嫁不出去 真的 当然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反正我也不知道以后 有没有机会穿婚纱 周晓北 你别挑拨离间啊 哎 你是没穿过婚纱 万一比穿过好几回的强 韩文静 我告诉你 要不然我们俩一块去 要不然我们俩谁也不去 你离过婚 你不符合条件 不怪我 我离过婚怎么了 那你新郎都是假的 那多一个伴娘怎么了 你闭嘴 行了行了 我们俩都去吧 多热闹啊 你们俩给我一刀得了 怎么了 文静姐 不开心呀 我走了十几家店里 没买到合适的鞋子 不是鞋跟太高就是鞋跟太低 累死我了 有你的快递啊 好大一盒呢 你不想试试啊 太漂亮了吧 水晶鞋 太好看了 怎么样 我男朋友是不是特别有品味 就凭他看上你这一点就知道 这眼光不俗 那我会上哪个呢 快 来喽 太美了 这简直 绝了 太美了 文静姐 你要是穿上这一衫 得得比白雪公主灰姑娘都美 太美了 我也想要一双等结婚的时候穿 你是想嫁鞋呀还是想嫁人呀 都行 羡不羡慕我呀 诗之冬雨 收之桑鱼啊 假老公穿上心也算不错了 留言在这点上 还是挺让我感动的 现在万事俱备 只差一个婚礼了 对对对 你们要办什么婚礼啊 是中式的还是西式的 这有什么好想的呀 走个过场嘛 应付老人的 看他们喜欢什么样 他们喜欢什么样 就办成什么样 不行 我们是有传统的家庭 要按传统办 规规矩矩地办 什么都不能省 爸 用什么形式结婚那么重要吗 不是说了 别按他们老家的方式办 说 婚礼一定也按照 我们老家的规矩办 还有婚纱一定要穿 他们那一套 简直太老朽了 这都什么时代了 简直奉剑 可行 那婚礼本来不就是走行是吗 你至于这么较劲吗你 在哪儿结婚 就按哪儿的规矩办 行行行 你别老给我使眼色了 我跟你说啊 我和你爸呀 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 好不容易就要嫁人了 你得听听我们的意见吧 婚啥都做了 做了也不行 就得按我说的办 要是不按我说的办 这个婚不进了 你就听听你爸的吧 你让他留言哪 回去跟他爸爸妈妈好好说说 天底下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事呢 也不能他们家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啊 我的妈呀 我和你妈呀 本来想让你们在教堂举办婚礼 可是考虑实际情况已经让了一步 我得要求过分吗 没有吗 那形势不重要吗 形势有时候就是脸面 就是内容 形势不重要 那干吗那么多人都举行婚礼 亏你还是留过洋的 这点道理都不同 就是啊 这结婚是两家的事 凭什么他们家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呢 那人家也没说怎么着啊 那都跟您商量了吗 没得商量 你去告诉他们 这是原则问题 没有商量的余地 那日期都定了怎么办呀 反正咱们也不急着结婚 如果这件事情谈不拢 那就日期取消 往后推迟呗 真没想到 居然栽在这件事情上了 是啊 是啊 我爸说了 这是原则的问题 就他那倔疲借 估计谁也劝不回来 我们家老头倔下来 咱才叫日月无光呢 他说不按着他的方式办 这婚就不结了 那你爸够狠的啊 我妈最多就说不行 把日子往后推他 不能推 刘一安 再过一个月我肚子都大了 我婚纱都穿不了了 我不管 把你妈妈搞定 要不然我换人了 你别换人啊你 那核灯都签完了你 那你说怎么办啊 我哪知道怎么办 咱们俩情况一样 我也丑死了 真行 这我们俩结婚 又不是他们俩结婚 他们着什么急啊 皇上不急太监急 那要是实在不行 就只能各退一步了 不 快 退一步退一步啊 不 乖 退一步 好吧 妈 咱们就退一步不行吗 你们想啊 我是嫁过去 给人做媳妇的 这还没过忙 就弄得别别扭扭扭的 等我嫁过去以后 日子怎么过 那公公婆婆 还不天天给我脸色看啊 她敢 你要觉得这也不行的话 这话我是真没法接了 我说老头子 我觉得咱闺女说得有道理 你说这一开始啊 就弄得这么不痛快 这心里肯定有个结 这结婚的形势怎么搞 和结婚的日子那么长久比啊 它毕竟是小事 总不能因为这件小事 把他们俩给搅黄了吧 这不得不偿事吗 那么你说怎么搞 我觉得咱们一人退一步 谁也没吃亏 谁也没占便宜 是俗话说嘛 退一步海阔天空 对吧 弄来弄去还是随了大溜 弄了个不中不阳不南不北 不是东西 四不向 你急什么老头 你听我说呀你 爸 你们就是不同意是吧 不是不同意 是坚决不同意 行 那你们以后也别着急抱孙子 什么 什么 不 抱孙子 韩文静怀孕了 已经一个多月了啊 你不是说 你们俩 是刚和好的吗 那 我们俩早就和好 再说这 没结婚就怀孕 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我爸跟你说了以后 你说我不守规矩在打我 现在好了 不着急了 我明天一早我这带着韩文静 我上医院我打了我不要了 这 这 这可使不得啊 怎么了 你说你也真是的 都什么年代了 这么大的事还瞒着 是 真的 我要当爷爷了 什么真的呀 谁拿这事开玩笑啊爸 你要不信 明天我把医院换孕单拿出来 我给你看看 这谁呀 这刚怀孕的人 一定要保持心情愉快 不能生气的啊 这样对孩子才好 两家他炒成这样他好到两个嘛 韩文静 就你那儿媳妇 现在那是产前优医生 那头发一把一把都往前掉 不是 这这这 我说老刘啊 我看差不多行了 别再坚持了 现在什么最重要 孙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我说不如就顺着文静的意思吧 好 你们说怎么办 那就怎么办 对的 不过爸啊 文静的爸妈呀 现在还不知道文静 所以你们可得给我抱住蜜 这个你放心 这女儿不逼儿子 她不告诉有她的道理 你放心 你妈的嘴严着呢 还是我妈会来这儿 你俩坐着 我去跟文静说一声 快去快去 告诉她 什么都随着她啊 好啊 我这边已经搞定了 你那边怎么样 我这边已经搞定了 你那边怎么样 不许说搞定 那说什么呀 拿下 游戏 这娘 王军 王军 我手套呢 手套 我手套看 这到底 哎呀 麻烦死了 非得走这行事 也 从现在开始不许说死了 倒霉之类的不激励的话 听到没有 快快 人已经上楼了 来来来 找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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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多少钱 才一百块 不行 太少了 太少了 就是 怎么这得九千九百九十九啊 对啊 给红包 来不及了 开门 你就不能矜持点吗你 就是啊 来不及了 小心小心 爸 请您批准 还挺正式的啊 好 听闻拿到了 爸 妈 我把文静接走了 你们放心 我以后 一定会好好对他的 爸 妈 我们走啦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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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这姑娘要嫁人了 我这心里怎么也空荡荡的了 新郎新娘给父母敬茶 好 跪下 跪下有礼物 慢点慢点啊 爸 请用茶 好好 来 来 来 谢谢妈 妈 请用茶 标准一张 您完词 可以啊 再来一杯 我还是会打完 你用茶 好 谢谢妈 再来一杯 没了 没了 今天没差不多了 这个车在楼下等了 大家到楼下集合吧 按老家习俗就是收房金啊 这老家给的更多 那咱们下次去老家再拍一次呗 一次就累死了 里边请 里边请 来 来 这边 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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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点给忘了 这个文件应该 昨天就应该到的 今天就应该欠完字 发回去 可是被快递给耽误了 这 这样 这样 你能不能找个人 帮我送过来啊 好 谢谢 好好好 谢谢啊 那我等你啊 我把地址发给你 周美 酒换了 当然换了 谢谢 爸 妈 爸 我们俩来点点了 好 欢迎 欢迎 你们身体健康了 真是如意啊 恭喜 高不高兴吧 高兴啊一家呢 高兴美 干了 谢谢 谢谢 高兴慧泽 这是最重要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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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喝点啊 来 等会儿 等会儿 我怎么去 那他们 等着我肚子卡上了 活儿八道 回事儿是 是我做的心虚了 有点喝点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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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这是我姑妈 姑妈 姑姑 欢迎啊 欢迎 来 欢迎 欢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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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 陈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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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呀 我来给你姐送合同 我姐在那边我叫她点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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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让她忙吧 你帮我把这个合同 转交给她 我呢就先走啊 别别别 陈光哥 既然来都来了 就坐她活一杯子 不用了 你叫你姐忙 走走走 喝一杯 不用了 喝一杯 来 活一点嘛 活一点 来来来 这点 来 陈光哥 坐这儿 来 你好 我跟你们介绍一下 不用介绍 我们见过 大明如雷贯耳啊 上次 我们手不太方便 这次正式认识一下了 我叫郑远东 你好 来吧 咱们喝一个 谢谢 这好喝啊 来了 这桌我得喝尽点啊 这个是真的 当然是 来 搁几个 谢了啊 谢了 幸福快乐啊 早晨归子啊 好 胖子林林 负责那边那两桌 对对对 全部得喝倒啊 必须 下次你俩了啊 你看你 坐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好 我不就先把它放开 你来了 知道你着急 不然我今天也不过来了 幸亏有你啊 不然我把这水给忘了 真的 你靠这脑子 我得先出去一趟 先去坐一会儿啊 好 王爷 放心 你前 你忙你的 你忙你的 就是他喜欢我姐姐 怎么样 不错吧 崇光哥 帮我把杯子递给我一下 谢谢 崇光哥 我敬你一杯 崇光哥 我主要是 要谢谢你帮我找到工作 来 喝一杯 别客气啊 一起吧 来 崇光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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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买上 来 走 不 还会啊 今儿高兴啊 来 再喝一杯 我崇光哥喝不下去就算了 崇光哥 不 崇光哥喝不下去就别喝了 什么意思啊 养鱼啊 敬酒来了 敬酒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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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舅 大舅 二舅 二舅 大舅 二舅 二舅 三舅 谢谢你啊 工作当中 对网友的照顾 行 我差不多就得了 你们俩喝上了 我跟她一会儿都在红食里 哇 我又要去 eh 我去啊 我去啊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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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去 我去 我去吧 要是再过会儿 我估计我真回不去了 走了 没喝完呢 那我不能送你了 这儿人太多了 你忙你的吧 我走了 你小心点到家 告诉我一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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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辈子有这一次就够了 累劈了我今天 你刚才在外边 还兴致勃勃的 这怎么回到家蔫了 我想回来数红包来着 那你为什么不数呢 我现在又想书 叫又想数红包 好纠结啊 拿到被窝里边搂着睡 睡醒了再数 给 跟我干吗 还给你啊 干吗 这个 动房花烛夜 你就忍心把我一个人 扔到外边吗 那你要干吗呀 总得干 干点什么吧 来吧 你轻点 真好 韩文静都结婚了 让人羡慕了啊 太晚了 我送你到楼下了 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我用不着你送 胖子你什么意思呀 你跟何春光说 说什么代表我 你什么意思呀 你是不是喜欢她呀 你疯了吧 你怀疑我喜欢何春光 我不管 我就感觉我吃醋了 你吃的哪门的醋啊 你不是挺喜欢她的吗 你还带她参加婚礼了 就算是我带她去参加婚礼怎么了 我还不能有个朋友啊 反正我就觉得里面有事 你祖籍是山西的吧 你那么爱吃醋 对啊 我吃醋 我吃醋 我也是因为你 你聪明 你漂亮 你能干 我呢 何春光样样比我优秀点 那我要是你我也喜欢了呀 我要是喜欢她 我干嘛 我干嘛她还是会跟你生虫 那就是 你还喜欢我 你傻呀你 打疼我了你 你傻 开打开打 你站住 我怎么在这儿啊 我不知道 怎么又什么都给忘了 你还记得啊 昨天晚上 你送我回来的 这我记得 然后呢 你说呢 你现在不怀疑我喜欢何春光了吧 我昨天说 问过这个吗 别装了 酒后土真言 说吧 你到底什么想法 我知道你不喜欢她 她喜欢你啊 你有完没完啊你啊 别说我跟何春光是同事 什么事都没有了 就算她喜欢我 那又怎么样 你还不允许别人喜欢我了 你们成天 从早到晚在一块儿 我就觉得挺不舒服 要么你换个公司得了 你说什么 让我换公司 胖子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呢 以前那个胖子哪儿去了 我告诉你 我就是换男朋友 也不会换公司的 汪雅你别这么认真行吗 我真是没想到啊 你胖子竟然是这样一个人 你怎么是一个 没事找事的人呢 你赶紧穿衣服走人 不是 你别不讲理啊 我不讲理 是我不讲理吗 你有没有点良心啊 你滚 咱俩冷静点行吗 汪雅 有什么可冷静的 给你两分钟时间 穿衣服走人 去吧 不行 走走走走走啊走 啊 啊 新年合法对于有火熏的人 纹稠一点 嗯 用新有纹就来上班 真够敬业的 你咱也叹嘛 我猜你听这什么音乐啊 够很老的 这你就不懂了 胎教 你听这歌当胎教啊 我小时候就没听过这首歌 所以我现在酒量特产 我把希望记录在下一代了 对 病 不特有病吗 你说王源找咱俩干吗 我刚刚让他去酒吧 他死活不去 谁知道啊 冲锋呗 我脚的声好沉重哦 你肿吗啦 怎么脸色这么差 昨天晚上又和胖子先生吵起来了 真行 还要立即吵架 肯定是喝多了 不是 为什么呀 他从看见何重关开始 就在那瞎吃醋 他把人给灌醉了 还说人家喜欢我 真的不是 不是 你们 你们俩这什么态度啊 何重关本来就喜欢你 对 你们怎么跟胖子一个死想啊 要不然呢 他干嘛对你那么好啊 吃多了 我们两个是朋友 男女之间就没有 纯粹的友谊吗 有 我跟胖子就是 但你跟何春光肯定不是 我就不像一只 世上有纯洁的男女之间的 友情 那是因为你男朋友 太多了韩文静小姐 我砸死你 王源 你是不是太迟钝了 因为有些时候 我觉得男人的直觉挺准的 要是胖子觉得他喜欢你 那估计没错 要不然这样吧 你哪天把他带到酒吧来 我们帮你观察观察 还用观察吗 直接问不就得了 你以为世界是直来直去的 跟棍儿一样 我没问题啊 王源 你敢不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呀 行 我哪天就把他带到酒吧去 让你们看个明白 对了不行 不能约去酒吧 要不然胖子又该吃醋了 就是因为他要吃醋 我才要带到酒吧去呢 省得回头说我心虚 那要咱们说的是对的呢 你们就不可能说得对 那万一呢 我任凭你们处置 我们俩没什么好处置的 要是说对了 按照胖子的想法 他要是喜欢你 那你是不是应该 跟他保持距离了 就这么定呢 这是第几个啊 第二个啊 你带管饭了吗 饭完了 哪儿办的啊 平安银行 你专心点啊 好 我去的洗手间 在我出来之前 你必须看完啊 必须看完 嗯 你电话啊 我拿给你啊 谁啊 谁啊 不知道 坐机 你帮我接一下吧 你好 请问周女士在吗 她忙着呢 有什么事 你跟我说一下 是这样 我们店里的灰纱 已经做好 想约她到店里试一下 喂 喂 谁啊 好 保险公司 小北 我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个急事 我先出去一趟啊 这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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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就这么从小北家出来了 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对 但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救 我 我干脆留言打个电话嘛 一会儿过来商量一下 三个臭臂酱 凑一个就给我亮啊 喂 你好 你好 我是喝沙店的 请问您哪天有时间 来试一下衣服 不着急过两天吧 要不然 下午接电话的是 您的先生吗 那恭喜你了 到时候有时间一起来呀 你说你干嘛留我电话呀 你到时候也不跟我说一声 这回莉莉看见 又该多心了 有这样的人吗 我送他婚事还落着身埋怨 你是不是白尔朗 小北 我觉得你这会儿 就应该趁热达铁 把这事给说开了 你不是心里想结婚吗 这有什么呀 是吧 文婧 就是 你看他怎么表态 他要是顺水推舟 那你就结了 他要是支支吾吾呢 你就把他踹了 实在不行你就把他办了